大家好 为什么有一些花友 种这个火龙果 种下去之后 两三个月都没有长一些新芽出来呢 研究很简单 就是这个火龙果发根的速度太慢了 所以吸收不了土壤虫的养分 导致它没有足够的营养 来让这个火龙果长新芽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只需要注尽它快速长根就可以了 一般我们想要这个火龙果 快速长新根的话 首先是控制好胶水 不能给这个坟内积水太多 因为土壤偏干有利于它长新根 如果土壤太过于湿 那么对它的长根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前期我们一定要偏干管理 那么第二个就是给它使用一点 这种快速生根粉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 可以诱发它快速长一些新根出来 我们只需要按照1比1000的比例 对水每次等到这个土壤干透了 再给它浇灌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既可以促进生根 又可以给它补充各种营养物质 因为这种快速生根粉是跟其它生根粉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这颗是比利时进口的 它里面的各种微量因素比较多 比如说铜铁蒙鑫铛 这些都是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 像我这一棵就是大概15天给它使用一次 给它上盆大概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已经长出了三条比较粗壮的芽来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